这位同修问的问题 他说 昨天听了师傅解答 公车驾驶员 您死的青蛙算是严重杀烟 及其共议之后 是把我吓坏了 因为我也同样的问题 是我每天有帮助大家丢啰嗦 而啰嗦袋里 天天都有一大群一大群的蚂蚁在里面 都被我和啰嗦一起丢掉 所以想请问师傅 这些蚂蚁的宋命算不算是我啥的呢 弟子没有智慧 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才不让蚂蚁过来 盼师傅教导 感谢师傅 弟子不敢造作无界的任何一界 如果是我家里的蚂蚁 如果是我家里的蚂蚁 我就没有这一层烦恼和害怕 因为我会啰嗦 分类 即尽快处理掉 或者是和他们共存 前一次 这是中国的同修 他是在西班 是一个汽车的驾驶员 好像是开货运的 每一天晚上看到那个马路上成群结队的亲王 很多 所以他们车子经过的时候 常常年死很多 这是在夜晚 成群结队的这个青蛙 那么看你这种情形呢 这个蚂蚁跟青蛙不一样 蚂蚁的这个生命力很强 他在啰嗦堆里 你把他啰嗦堆 丢到啰嗦堆里 他也会爬出来 他也会在底下挖洞作物 所以这个跟青蛙不一样 决定不能够有心去杀害他 刚啰嗦处理 他们并没有死 他是活的 在啰嗦堆里面 他也会爬 爬到里面爬到外面 这个青蛙不像头 所以只要有一个仁慈的心 爱心 爱护小动物就很好 也常常帮助小动物 假如这个啰嗦里面 是用这个密封的塑胶带 蚂蚁在里面 那他就有生命危险 当你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自己身上可以带个小剪刀 带个小刀 把这个塑胶带的时候 个一个孔 它能够爬出来 当你到啰嗦的时候 把它剪开 剪一个小洞 它能够有生路 也可以出去 这样就好 通常最好是 剪两个洞 它里面空气就可以流通 这都是对小动物的爱心 一种做法 帮助它能够存活